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 昨天晚上北京奥运会的胜火虽然已经熄灭了 但团结友谊和平的奥林匹克精神仍将延续 这里是紧离鸟巢的北四团中路 壮美的奥运闭幕式焰火腾空而起 照亮了北京的夜空 也引得无数路人驻足观看 觉得这么好的一个奥运会就这么结束了 觉得太快了 真的没想到会那么快就结束了 观看奥运会闭幕式的观众 现在已经开始后续返回了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观众 依然澄清在精彩的闭幕式 所带来的欢乐气盆中 在宣言来压化的照耀下 此时此刻的石沙海 如同整个北京一样 成为一个欢乐温暖的大家庭 不同故事不同语言的人们欢迎在这里 回味奥运品味北京 今天有数万名的群众聚集在广场附近 一起观看焰火表演 分享奥运胜利闭幕带给他们的喜悦 在北京的朝阳公园 自发的聚集了数以千计前来观看焰火燃放的群众 人们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着 对于北京奥运会圆满举办的祝贺 以及奥运会之后 一个更加美好的中国的期盼 我们也聊聊聊世界 每个人都会有很好的心 和一个很好的心理 和一个信息 就是一个世界 一个梦 我认为大家真的相信 希望大家可以回到自己的家庭 奥运生活虽然是熄灭了 但奥运精神会一直留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心中 24号晚上 在位于北京石刹海附近的伦敦之家 英国首相布朗参加了盛大的庆祝活动 他向参加北京奥运会的英国奥运代表团表示祝贺 当天英国全国各地四百多个地方 举行了奥林匹克会集交接庆祝活动 伦敦奥委会在白金汉宫前举行大型音乐会 人们聚集在一起分享奥运带来的欢乐 伦敦曼彻斯特利物浦等城市竖起了32块巨型电视屏幕 实况转播北京奥运会闭幕式和奥林匹克会集移交仪式 各具特色的庆祝活动同时进行 当伦敦市长约翰逊在北京从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手中接过奥林匹克会集时 现场民众一片欢腾 英国民众称赞英国运动员在北京的出色表现 也感谢北京为世界奉献了一场精彩的体育盛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